一辆消防车横在路中央 左前轮卡在路灯上 一动也不动 左侧夜版遭到挤压 严重变形 消防队员拿出三角锥 引导其他车辆通过 事发在1号中午11点半 消防局限额分队一辆消防车 准备倒车入库 驾驶一时没控制好 左前轮合路灯杆发生差状 因为轮胎已经变形 无法正常移动 只能通知厂商前来处理 其实当时就是我们这边 车挡住嘛 那很怕影响交通 所以我们的操作 我们希望赶快把它停回去 所以操作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畅畜一点 那油门刹车其实它 掌控不是很好 那这边路面 其实是有一点斜坡的 对 那我们车头拉过来的时候 它就是往前滑了这样子 由于新二路车流量大 消防队又刚好在新二路上 每次队员出勤返回队上 很担心车辆到车入库 会影响到后方车流 相对队员反应时间很短 也容易发生意外 那我们其实之前是有想说 看可不可以 在前面那边 那个一美那边 可以再设个灯号了 有没有出勤的时候 对 控管 或者是我们的车可以控管车流 让这边的操作比较顺畅 然后不会因为很仓促 要怕影响到交通 然后硬车的时候 造成这样的失误这样子 还好就是这一次 撞到这个耗资灯 不是撞到民众这样子 对 那我们的驾驶目前是没有 没有受伤 对对对 那我们详细的状况 就可能要看一下 我们车子是不是性能 是不是有一些问题 好在这起意外 消防驾驶没有受伤 也没有波及到路人 陷入车流量大 如何让消防车进出更安全 消安单位还要再研究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谢谢大家 接下来 谢谢大家